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环球网综合报道,2019年1月21日,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,主持例行记者会,有记者问道,据报道,美官员日前以网络安全和情报担忧为由,警告以色列取消中国投资项目,特别是海法港项目。 对此,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称,关于中国的安全警告,就是个笑话。 如果中国想要收集情报,他们可以在海法租一套公寓,而不是投资一个港口的所有权。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? 华春莹回应称,我注意到有关报道,美方滥后国家安全名义, 对中国企业正常商业行为进行污蔑、打压。 美方在这一句题上,一再无视事实,草木皆兵,卑躬蛇影,连席盟友都觉得可笑,还需要中方评论吗? 感谢观看